你要挺住啊 就要等火烧灌了锁 鸡吃完烂鸣 狗舔完了面 美好的未来就在明天 干杯 哈喽大家好 我是孙嘉 今天要去吃的这家火锅店 这上次我觉得好吃的那家火锅店的老板娘 推荐我去吃的 当然 我自己坐过来的时候也看到了这家 而且他们家隔壁的那家汤圆 巨好吃无比 汤圆巨好吃无比的火锅店 我肯定要去啊 人家四点半开门 我四点钟就来了 不排队是对火锅最起码的尊重 好黑哦 没有人跟我搶位置 特别好 我特别喜欢这种 我一句话都不跟你说了 精神病患者 如果得到家庭各成员的体量 再加上朋友和社会人士的接纳和支持 他们是可以康复的 八块钱一碗 娘娘 我要冰沙汤圆 这是你自己做的是不是 自己做的秘密 去后面秘密行动了 都是自己煮的哦 我真的是一天不吃汤圆 浑粉难受啊 他们这个汤圆是刚煮出来了 就是热 这个真是冰火两重天 那汤圆好软 这个牢骚真是太好吃了 我自己做的酸度比较高 吃上去没有外面那么甜 他们家的红糖放的也比较少 就是 放个跌 这个蒜泥是刚才师傅在旁边 自己现倒的 他们家的酥肉是重庆的 看这个卖相 就像这个酥肉 我绝对酥肉能炸成这个样子吗 妈爷 我这次觉得我是真的第一次吃到 真的酥肉 我这外面也太酥了 外面酥的像那个南瓜饼 里面还有一点点柳汁哦 发现了一个小肥虫 大天的在所难免的江餐 啊 飘上来了 哈哈哈哈 我来了 这样一碗鱼豆花是不是很想吃 哇 这里还放了鱼籽呢 看上去不错哦 想不想吃 想不想吃 虽然不是他们家的招牌 但是我很想试一下 跟增福火锅家老板说的一样 的确是比他们家的火锅 味道再重一点 开心 蟹柳来一波吧 这家的味道更咸一点 增福他们家鲜甜一点 北方人来这家 南方人去增福 哇 蟹柳很好吃 很滑 今天好像硬是一个下属没吃 全吃肉了 隔壁有三个汤圆 我这种成一个汤圆 所以他不来找我 我要吃了 巨大五米 别来别来别来 别来 真的很爬 他这个牛肉是可以直接从中间 浑过来把纹理给咬断了 我很怕吃那种卡牙牛肉 心也是那种弹爬弹爬的口感 滑肉配豆芽这个造型 着实是有让人有点产生了生理反应 现在把这个滑肉下下去 本来就是熟了可以吃了 滑肉薯米达 这口送给我的上海粉丝 真的很滑 然后有一层蜗牛的粘液 在它的肉的外面覆盖 非常的滑 就说了 吃饱了 拜拜